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就已经有结合数据了 所以这些图 这些图 等一下会因数据改变而改变 这是第一件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们都知道了 结合哪一个档案也知道了 那 我接下来我要谈的是资料变动 请问什么叫资料变动 我我现在要谈当数据更新的时候 当资料变动时 重新整理 我现在要跟各位谈的是这一个观念 就是请问一下 什么时候会有资料变动 举例来说好了 我现在只拿到2021年的第一季的资料 那卫福部会不会近期内公布 2021年第二季的资料 一定会吗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一季公布一次 我绝对相信他不可能在近期内公布第三季的资料 但是我觉得他快公布第二季了 这样可以了解啊 好 那这就是资料变动啊 对不对 而且请问他资料变动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吗 他不会告诉你 可是如果说未来他是直接放在那个网站上 你是用网址来连接 好 这个时候他只要一跟动 你这边就直接跟动 这都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我是 请你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资料变动 好 那我现在呢 我刻意先把刚刚那个对应到的档案 先把2021年的资料全部都删掉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当做是一种资料变动 可是当我资料变动时 我的画好的视觉画报表 不可以浪费时间在那边重做 因为easeal他是重做的概念 甚至你用别套软体 几乎都是重做 可是我们现在这套软体 就是要请你不要重做 这件事情你要听懂哦 这是我们现在开始讲最简单的事情 你不可能一直在那边降血压重做 降血糖重做 降血脂重做 更新啊 他有新资料进来 又再重划一个新的记的报表 对不对 所以都不可能是这样做吧 所以应该怎么做 那为了我上课让你们了解 所以我先做一件事 把来源资料 2021年资料全部都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来去重新整理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情形 再接下来 我再把2021年的 第一季的同时段重复领药 这件事情的资料加进去 又再做重新整理 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你们就可以了解了 我们现在哦 为什么要使用这种ELT软体的原因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请你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先最小化 最小化没有问题哦 然后麻烦请你先把这个降血压药口服 就是本来这个 这个来源的档案呢 麻烦请把它复制 好不好 复制 然后贴上 可以吗 麻烦请把它复制 贴上 好我要修改的是这一个 我要修改的是这一个档案 对不对 我只是说等一下 我就只要把那个档 就是我改掉的档案删掉 然后再把这个档案改回来就好了 可是我现在呢 我先把这个降血压药 降血压刮虎口服 这个档案里面 2021年的资料通通拿掉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有看到吗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 开启档案 用记事本好了 用记事本 好 来麻烦修改档案 麻烦请点 滑鼠右键 针对 不是复制出来的哦 你要修改这一个档案才对哦 因为你的Power BI是接这一个档案 好 滑鼠右键降血压 刮虎 好 口服这个档案 然后点选开启档案 请用 请用记事本 可以吗 好 然后接下来 因为他按照时间排序 这个资料是按照那个时间排序 所以麻烦请把后面你看到 1 1多少 110对不对 在满下面的 应该都是这么整齐 右键 你们的是插在中间 哎我的也是 但他这边没有排序的功能 对不对 好吧 那 其实我最不喜欢进 以色列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会以色列 所以记事本 我们这边就删掉了 好吧 记事本我们这边就删掉了 好 关掉 好 我们用以色列打开 这是我最不想用的方式 好 顺便 顺便你学一下 如果 如果你真的是以色列爱好者 你又应该怎么做 好 我先请你们先记住一件事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滑鼠右键 我先开启 用记事本打开 然后 档案 另存 这边请注意看他的编码模式 有看到吗 就是现在这个档案的编码模式是 UTF-8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这样知道 可是你用以色列处理 你用以色列处理过所产生的档案 他是 AMSI的编码模式 也就是BIP5 听得懂吗 我是怕等一下 你这边又搞混了 请记住 以色列是本极端的软体 当你进行档案 透过以色列编辑 他绝对是用 本极编码模式 本极编码模式 我们听过是BIP5 对不对 可是这边就是没有BIP5 他就是 叫做AMSI 我只是要特别提提醒你这件事而已 好了 所以等一下要多加做这件事 因为你用以色列 你就必须要把它转换成 UTF-8 好 首先快速点两下这个降血压口服 他一定是用以色列要打开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CSV 然后 最长编辑的绝对是这个ECEL 各位请你顺便看一下这个降血压口服 这个档案是34MB 34MB 反正看你今天的电脑可以跑多少 34MB 如果我再加一个抗忧郁症 这个12MB加进来就变成40多MB 再加一个降血压27MB 就变成60多MB的资料处理 而且 而且资料处理你要想到是卡内基乘基 反正那个资料表的运算 这个绝对不是什么 34×34MB 34MB乘12MB 这件事情 好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 我们这边可以排序 这边 等一下 我的电脑还没有跑完 好 来 请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请游标放在A2 A2 然后排序一下 A排到Z 好了 A排到Z 然后麻烦请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 把110 110 快到了 的第一季全部都删掉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会做 因为本来应该是卫福部健保署在做的事 32万 好 好了 来麻烦请把那个110第一季 全部都删掉 110第一季 我按清楚还是删除 删除 绝对是点删除 滑鼠右键 删除 请你不可以用清除 清楚他会留一堆的 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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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好 请你一定要用删除 请用滑鼠右键删 删除 就是把110第一季 整个都 删除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储存 你现在你是用本机 里面的微软公司 Excel 产品来去进行 这个档案储存 所以你一定是存成 Ansi 这种编码模式 也就是BitFind 好了 那 那我建议各位 对 你就直接储存就好了 直接点储存档案 然后就关掉了 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建议还是再点一次这个储存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他变成一个什么 unicode的文字 对不对 好 那 反正 反正你要记住 他这个东西是属于本极端的处理 所以他只会帮你存成 Ansi 可是 我们可以直接存 存回去叫 A 呃 CSV 这个 这个档案 对吧 但是 但是 如果 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 2019版 他这边 他这边到时候这个地方会多了一个叫做什么 那个就是刚刚我们那一种 那种 那种 UTF 的 H8 现在我们这一种还是Ansi的 CSV 请你稍微知道 我现在这个是 2016 以色尔2016版 反正不管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还要打开这个档案 然后改存成 那个什么 刚刚看到什么 Booten 什么UTF H8 好 然后请点却存档 然后他说你是否要取代 是的 一定要取代掉 然后 是的 好 你要 你要开正确哦 这个档案 现在我们要准备用记事本打开了 来 滑鼠右键 不要开错了 那个复制出来的档案 不要动它 好 来 滑鼠右键 请把这个降血压要 开启 用记事本打开 然后你现在去看 档案 另存 成 有看到吗 为什么变成 A-N-S-I 如果你这边听不懂 麻烦你自己再回去 这一段 好好听 这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刚刚存档是用什么来存 是用那个 e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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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机 的软体 我相信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明租 你说 奇怪了 为什么 powerobi 那个 他读 不能读 主要就是请你 把这个 编码模式改成 具有 卖 DOM的UTF-8 然后再点存档 是的取代 然后你就可以关掉了 可以吗 这边虽然有点复杂 可是我是把那个整个的原由都跟你讲了 好了 请注意 请注意 这张图 你的资料改变 我希望所有图只画一次 他绝对可以达成 所以麻烦请现在 直接点常用 这张图 2021年这个地方会即将消失 好 一 麻烦 三 请点常用 重新整理 二 请点重新整理 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要证实 数据来源改变 我这些视觉化报表是不用重画的 他会依照数据来源改变 这些视觉化的报表会一定改变 所以我现在要做给你们看 请点常用 底下的重新整理 一请点常用 二请点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完毕 这个2021年的 数据来源改变 我们是 那